繼續來關心家吉市的消息 和美國社區周邊的停車一年以來 都是這個地區最頭疼的問題 經過市府集結政府中央前載停車中央 在1808年12月下地交通報公路總局的補助 但是因為大環境的影響 110年家吉市政府二度追加二勝 工程的總經費由完成的2.99億 增加到3.5億億 中央在今年6月15日進行到當土電裏 並且由市長公民区串領到議會貴賓 及求工程如期如智力完工 中央在181年6月15日進行停車中當土電裏 並由市長公民区串領到貴賓 共同企業工程順利 市長公民区表示 該市長向中央進出三座前載停車中 就是為了提款跟他的停車收容 在未來有可能有交通黑暗期 時間過程可能的影響民眾 也請民眾得到包涵 自民國85年 當時有民族國秀和水洋國秀 有在下停車中 之後再進一處來建停車場 那我們看到這個停車場 真的很努力很用心 總算在108年12月 爭取到了這個前瞻計畫 但是前瞻計畫爭取到了以後 最大挑戰又來了 遇到整個公料的上漲 我們有整個原本的計畫 真的是趕不上變化 那所幸我們有議會的支持 感謝議長副議長還有議員的支持 在這裡我們就增加了追加的預算 完全都這一部分 就完全由地方來支付了 所以我們增加 那今天加北國小 我們的動土 動土的典禮 那我們也跟大家正式宣布 我們要開始啟動動土了 而且這個預算呢 是原本的2億2.99億 我們直接就增加到3.51億 那未來預計有200多個停車位 當然這不只是否學校 還有否我們鄰近社區的使用 那未來有700多個工作天 所以可能在這一陣子會有交通的黑暗期 或者失座的時候會打擾到我們鄰近 我們的處女學位 感謝我們這些好處女 在我們屬前大家 在溝通說明會 我們的理長和姐姐 好好 和大家做溝通當中 我們決定還興建了 所以可能影響到大家的安寧 請大家多包涵 蓋池高通處表示 加巴國小地下停車場有任務 將期750天 萬港只要 可以提供288台的汽車使用 未來中的維吻營運 並依照蓋池的公佑停車場收費標準 可望可以收蓋附近停車的需求 所以是不是對面蓋池採訪不得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